日本的经济新闻网 19号盘点了中日印自主开发的全球定位系统 认为围绕全球定位系统基础设施的竞争 已经是越来越激烈了 日本媒体报道 中国正在加速开发北斗卫星定位系统 中国准备在年底前发射4颗卫星 2018年前后完成18颗卫星的发射 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基本服务 到2020年形成35颗卫星的体系 覆盖全世界 在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市场中 获得20%的份额 报道称 印度也有7颗定位卫星 已经在轨道上运行 将来准备扩大到11颗卫星的体系 主要面向印度本土和印度洋周边 而日本在本月10号成功的发射 准天顶卫星引路4号 其定位精准度实现了摆脱米级误差 日媒评价道 日本虽然在定位精度方面领先世界 但是中国和印度已经投入使用的卫星科数方面先行一步了 日本计划的2023年将发射的卫星扩大到7颗 并且扩大实用化的范围 卫星业务上的优劣不仅决定各国的航天业务竞争力 还关系到利用未知信息的IT服务 以及即将迎来实用化的自动驾驶等新技术的主导权之争 照远于10年20年之后的竞争才刚刚开始 好 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20号下午主持了 中共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的第二次会议 中共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20号下午 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会议 习近平主持会议 大会秘书长刘云山就19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候补委员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 预备人选建议名单做了说明 会议通过了将关于18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草案 关于18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 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草案 提交各代表团讨论 会议通过了19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 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建议名单 提交各代表团酝酿 会议通过了经各代表团酿酿的大会选举办法 会议还通过了监票人总监票人名单 待正式选举时提请大会通过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中共十九大开幕之际 英国的泰晤士报发表了题为 全球影响力的文章 这篇文章关注到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上的发言说 中国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这展露出中国希望成为全球的引领者 而世界应该欢迎中国履行作为全球公民应尽责任的决策 这篇文章进一步的分析指 中国国家和消费者的需求构成的巨大市场规模 是中国在全球经济中发挥影响的资本 太阳能版面由于中国的大量供应而价格下跌 电动汽车改变了汽车市场的格局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在积极主导这个产业 文章说习近平对某些美国企业命运的影响 可能比特朗普还要大 文章提醒西方保持警惕的同时也指出 中国的崛起对西方来说可能是破坏现状 但也可以被认为是中国在恢复其过往的盛世辉煌 过去2000年来的大部分时间里 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直到19世纪才被欧洲超越 现在中国再次富了起来 而且已经拥有了自信 世界将不得不适应中国的力量观 美国必须做好准备应对挑战 而且西方已经无法承受在这个挑战面前退缩的代价了 在俄罗斯方面 政治观察家吉米特里·克斯利夫也撰写了题为 中国党代会为什么他们实现了苏联没实现的目标 这篇文章 他在文章中指出 19大的关键影响在于中国领导人能否从某种意义上 树立世界领导人的形象 带来合乎期望的方案 文章称 中国的发展最有说服力的数据是 5年来中国已经让6000多万人脱贫 这相当于整个英国的人口数量 此外中国向世界提出了关于全球发展方向的方案 文章称 如今全球都会受到中国的影响 去年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4.8% 如今19大的关键影响就在于 中国领导人能否从某种意义上树立世界领导人的形象 尤其是在美国地位下滑 欧洲局势不稳的背景下 中国又能为世界带来什么可以接受的 合乎期待的方案 我们看另外一则新闻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索契表示 俄罗斯是密切地关注中共19大 因为中国是世界经济的驱动器 而俄中将联合实施庞大的合作计划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回应普京的评价时 表示了感谢并且相信 中国友好合作能够发挥更多的正能量 普京19号在索契举行的俄智库 吾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年会上回答提问是说 俄罗斯密切关注中共19大 这次大会非常开放 邀请了很多国际媒体记者 毫无疑问 习近平的报告和围绕的讨论 都说明中国致力于面向未来的发展 中国无疑是世界经济的驱动器 中国是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国 双方有庞大的合作计划 这都为两国关系未来发展打下了基础 普京表示 他和习近平在会面时互称朋友 这符合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水准 同时双方也都致力于维护各自的国家利益 俄中两国总能在诸多问题上找到共识 这能够造福于两国 继续向前走 是非常积极的做法 就普京的评价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20号做出了回应 他表示 在习近平和普京的战略引领下 中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一直在高水平运行 两国关系发展势头良好 中方珍惜两国的友好关系 相信中俄友好合作 能够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 发挥更多的正能量 他还表示 两位领导人一直保持很好的工作关系 和个人友谊 方卫视综合报道 普京还在这次的由俄罗斯通信社等媒体举办的瓦尔代国际智库论坛上发表了对俄罗斯所关注的热点议题的立场 这些热点议题包括核武、叙利亚、乌克兰、朝鲜、联合国、欧洲反恐还有十月革命 谈到美俄关系的时候 普京认为美国出现了反俄罗斯热潮 又警告假如美国退出中程合资武器条约 俄方将马上采取对等的行动 但是普京说他仍然期望美俄扩展了合作领域 普京表示 美国目前出现一股空前的反俄热潮 把任何过错都怪罪到俄罗斯 普京又说 美国总统特朗普应该受到尊重 毕竟对方是民选出来的 此外对于美军在波罗的海地区集结军力 普京说俄罗斯不太关注 但谈到俄罗斯与美国的导弹力量时 他表示俄方已促成一个平等状况 他强调俄方一直坚守中程合资武器条约 但假如美国有意全面退出条约 俄方将做出及时及对等的反应 他表示 俄罗斯已准备好研发新的武器系统 包括核武及常规武器 应对其他国家的武器研发工作 美国与苏联在1987年签署中程合资武器条约 同意停止发展及使用 射程在500至5500公里的陆基巡航导弹 对于美俄关系前景 普京表示 两国在工作层面有对话 外交和国防部门也有定期联系 他期望拓展两国合作领域 凤凤华卫视综合报道 我们知道今年2017年对于俄罗斯来说 是一个紧不寻常的一年 因为这是1917年的十月革命爆发100周年 在100年以前 俄罗斯帝国是欧洲的第一大国 它拥有的土地 比后来的斯大林时代的苏联还要多 而在第二次设计大战之后 苏联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 当时被西方成为共产主义阵营的领袖国家 成为了和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 它的领土又是全球 仅仅比沙皇还小一点 它仍然是全球第一大的 后来我们又知道 四分之一世纪之前 苏联解体了 但是到今天 普京经过他十几年的执政 他又一次的希望把俄罗斯 带动成为世界的一个大国强国 这是普京的一个强国梦 那么在这个成为大国强国的一个过程当中 它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要和美国抗衡 说到1987年的美苏中程导弹的条约 实际上当时是戈尔巴乔夫和里根签订的 签订这个条约的时候 当时在苏联的高层 特别是军方 是有很多不同意见的 他们认为戈尔巴乔夫 向美帝国主义做出了重大的让步 把苏联的安全的王牌 等于是出卖给了西方 那么在这个30年之后 美国要退出这个中导条约 普京说你如果退出 我就做相应的报复 其实呢 如果看了30年 当初签订这一纸条约的时候 苏联很多的军方人士是不喜欢的 那么这一次呢 如果双方退出这个条约的话 那几乎又回到了当时冷战时候的 这个在导弹方面 普京就站在西方人的前面呢 就是和他进行对抗 同时呢 今天和30年前还不同的是 更加不同的是 30年前中苏还是对立的一个这个年代 而今天呢 普京的俄罗斯啊 他在东方都是友好国家 他和中国的国家是这个友好是 这个关系是最友好的 他和日本的关系也不错 他还有什么印度啦 这些其他的东盟这些亚洲的国家 所以他现在采取的战略非常之明确 就是拥抱东方对抗西方 特别是对抗美国 在这样的一种大环境之下呢 他实际上对美国 他是应该说他是很有底气的 那么另外呢 说到这个十月革命了 也是在这个文尔代会议上 这个因为今天是 十月是二十号了 应该说还有一个月 正好是十月革命一百周年 那么自然有人就问到 俄罗斯这位领袖啊 也是红色苏联成长起来的 这个呃一个政治家 问他对十月革命怎么看 我呢原文呃翻译一下 这个普京的说法 普京在这个 这个瓦尔代会议上这样说的 他说当初的十月革命 十一次那些所有的历程 历史过程参与者 缺乏责任的结果 请注意 不是说革命的发动者 缺乏责任 而是说整个那段 沙皇俄国陷入危机的 那段历史过程呢 很多人缺乏责任 所以爆发了革命 这是第一 第二呢 普京说 当我们去看一个世纪前的 历史教训的时候 当我们去看 1917年的革命的时候 我们会可以看到 一方面 它的负面的 这个结果 是紧密交织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 那些事件 也有它积极的意义 那么他认为呢 西方资本主义世界 后来的许多成就 都是由于苏联 爆发了十个月革命以后 向这个世界 发出挑战的一种回应 所以他们取得了 这个西方才取得了 这些提高生活水平 形成了强大的中产阶级 改革劳动市场 发展教育 保障人权 所以他说 普京说 我记得几十年前 西方国家很糟糕 包括美国在内 所以说你们的进步 是我们十月 是我们苏联建立的 对你们进行挑战 被迫你们 你们被迫做的 所以说呢 普京的意思是说 这个当时的 这个由于 俄罗斯帝国呀 出现了很多的 这个社会的不公平 数百万人 这个导致贫困 所以才导致社会激化 所以这才是革命的原因 当然普京最后说 除了革命之路呢 总还是有演变之路 所以普京的意思说呢 革命 毕竟是一种暴力的行为 如果能够演变 推动这个社会进步 那就更好了 好 现在请看 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 其他重要表迪新闻 休息一会再回到 总编辑时间 我们稍后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回到总编辑时间 我是李宁思 美国国务院19号宣布 国务卿蒂勒森将在10月20号开始访问沙特 卡塔尔 巴基斯坦 印度以及瑞士 美国国务院在声明中指出 蒂勒森将出席沙特和伊拉克政府的首次协调理事会的会议 就以眼门冲突 海湾国家争议以及伊朗等议题 与沙特高级官员进行磋商 蒂勒森还将在多哈与卡塔尔官员会晤 讨论联合反恐以及区域双边议题 跟巴基斯坦及印度的访问 对巴基斯坦和印度的访问是 蒂勒森上任以来 对南亚地区的首次访问 他届时将会重申特朗普政府 在南亚地区的全面战略 蒂勒森将和巴基斯坦政府就扩大经济联系 以及巴基斯坦在美国南亚战略中的关键角色进行讨论 而在印度 蒂勒森希望在安全和经济领域增强美印战略合作关系 同时美国的常驻联合国代表黑利 近日表示 如果印度要加入联合国安理会成为常任理事国 建议不要接触否决权的制度 美国媒体报道称 印度以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利 17日在参加美印友好协会活动时表示 美方支持联合国进行改革 对安理会增设常任理事国席位持有开放的态度 但是如果印度要入场 建议印度不要触及否决权 黑利表示 阿富汗和南亚地区已经成为恐怖分子的安全庇护所 美国迫切需要印度的帮助来稳定阿富汗的局势 并期待在解决阿富汗冲突过程中 印度能够提供更多的支持 除此之外 美方也希望印度能够时刻关注巴基斯坦的动向 确保巴基斯坦在反恐方面承担其应有的责任 今年9月 印度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联合国大会时 在此要求安理会进行扩边 并称除去美国之外 俄罗斯 荷兰 土耳其等多个国家都支持印度入场 或将和四国联盟近日再次提交入场的申请 2004年 印度 巴西 德国和日本四国 组成了四国联盟 希望能够通过安理会的改革机会 游说安理会扩边 成为常任理事国 四国联盟曾提议增加六个 无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席位 剩余两个位置分别留给非洲国家 南非 阿尔及利亚 尼日利亚和埃及军 对此表示出了强烈的兴趣 然而伤残无果 同时美国反对让证据不稳的非洲国家入场 导致这一方案并未获得通过 方黄卫视 陈英谦 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我们都知道今年的联合国大会 联合国的改革问题 是大家都很关注的一个主要的议题 那么联合国成立至今已经70多年了 它是一个战后战胜国 建立的这样的一个秩序的产物 那么到了70多年后的 今天的世界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联合国本身应该说七旬以上了 它应该也是进行一些改革 那么在改革的整个的程序当中 安理会的改革是一个关键 在这个战后制定的安理会五国呢 就是美英法俄中这五国 是这个当时的这个战胜国 那么在联合国的这个安理会的一个规矩当中啊 当然还有很多非常任理事国了 但常任理事国的任何一国都有一票否决的权利 所以说呢在这个冷战时期啊 联合国这个安理会啊 经常是这个很多的这个提案呢 不能通过就是因为一票否决 因为美苏对立 那么在这次的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当中 有两个大的议题 一个是很多像这个后来战后发展起来的国家 特别是德国和日本 那是二战的战败国 现在他们呢在经济壮大起来之后呢 他们希望成为这个常任理事国 还有印度和巴西 这是新兴经济体 然后呢还有一些欧洲啊 这些拉美这些这个发展中国家 也希望有自己的常任理事国的这个席位 但这里边呢 我们看到这个黑利啊 他本身就是印度裔 但是他当然是美国的驻入联合国的代表 他就告诉印度 我们可以支持你们入场 但是有一点你们不要触碰否决权的问题 这也是跟这个这六个 这四个四国联盟提出的 增加六个这个常任理事国代表席位的一个条件是相符合 就是说我们进去 但是呢我们没有否决权 那么进一步的说的话呢 以后在二战以来的国家 有没有一票否决权呢 其实也是在有人提出了 应该进行这个改革了 敢提出这个动议的就是这个原来的西西兰的那个女总理叫海伦 他说呢应该是在改革当中应该否定啊就取消啊 这个常任理事国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一票否决制 否则的话呢说很多的事情呢都推动不了 好 看看另外一期的新闻 为期两天的欧盟峰会20号在布鲁塞尔结束 除英国以外的27国领导人就英国与欧盟之间的脱欧谈判问题统一立场决定 在欧盟12月份峰会时才决定是否进入第二阶段谈判 但目前可先展开内部准备工作 德国和法国领导人就继续向英国施亚敦促要在12月峰会前就分手费等三大一流问题取得进展 英国以外的27国领导人当天出席圆桌会议就英国脱欧问题统一了立场 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会后表示 与会领导人认为英国没有在脱欧协议的三大关键问题 即欧盟公民在英国的权利、爱尔兰边界问题以及分手费方面取得重要进展 但就同意为第二阶段的谈判展开内部准备开放绿灯 为在12月进入下一阶段谈判做准备 英国首相特雷沙美表示脱欧谈判仍然有一段路要走 在关键的问题上仍需要继续努力才能得到欧盟认可 其中在保障公民权利方面英国和欧盟已经缩窄了距离 但在分手费和爱尔兰边界两个问题上仍然有大量工作要做 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 欧盟领导人都期望能够在12月进入下一阶段谈判 但这取决于英国是否愿意确保其承担对欧盟的财政义务 法国总统马克龙也表示 在进入第二阶段谈判 讨论未来欧盟与英国的商贸关系之前 仍然有许多问题有待取得进展 方卫视综合报道 看看意大利的新闻 意大利北部两个大区 10月22号将会就扩大自治权进行没有法律约树立的公投 意大利的伦巴地区和威尼托区 一共1100万名核资格的选民 将就是否要求中央政府基于扩大自治权进行公投 伦巴地区还将成为全意大利首个举行电子投票的地区 票站将设置24000部平板电脑 供选民们投票 伦巴地区地方政府期望借着公投增加和中央政府讨价还价 把上缴中央的税款减半 同时取得安全和移民的操控权 有分析则认为这只会削弱国家的团结 而且公投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举行公投只是浪费资源 看立则新闻 伊莱克的政府军与库尔德族的部队20号在产油区 基尔库克以北靠近库尔德自治区边界重镇阿勒通库普里 经过三小时的交火 之后伊莱克政府军表示已经夺回了阿勒通库普里的控制权 而法国政府当天就呼吁伊莱克政府应该表现克制 伊莱克政府军炮轰库族部队在阿勒通库普里北部及南部的阵地 库尔德自由斗士组织发射火箭炮还击 伊莱克国防部在当天中午称反恐部队联邦警察 以及伊朗们支持的人民系动员组织 已经由库族部队的手中夺回了阿勒通库普里 不过库尔德自由斗士组织总司令部对此表示执意 又说他们击毁了伊拉克政府军的十辆装甲车及坦克 法国政府当天呼吁伊拉克政府在夺回阿勒通库普里 全面控制之后要表现克制 以及应该充分地考虑到库尔德人的权利 什叶派最高宗教领袖西斯塔尼的代表阿卜杜勒 就呼吁伊拉克联邦政府应该要平等对待 以及尽力地保护库尔德人 妥协是一条路径 变通是一种境界 包容是一种智慧 看看今天的插播一段 以忍为矿是寒容 以辱为荣是宽容 以诗为德是从容 以悲为心是包容 以苦为乐是荣荣 以脚为庸是自容 争心不起无怒荣 会心时发有笑容 忍辱也是从容 后退欲见达观 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 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周末愉快 下周同一时间再会